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多边形的外接圆跟外星 首先呢,如果一个多边形的顶点都落在同一个圆上 这里有一个关键,就是它的顶点都落在同一个圆上 那我们就说这个多边形叫做圆内接多边形 而这个圆就叫做多边形的外接圆 那外接圆的圆形呢,我们就叫做多边形的外星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屏面 屏面这里有三边形,就是三角形 四边形,五边形,跟六边形 那这些多边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它的顶点 说刚好都落在同一个圆上 你会发现,不管是三边形,四边形,五边形,或者是六边形 这些图形它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它的顶点都落在圆上 那像这种情况呢,这个多边形 我们就叫做圆内接多边形 圆内接多边形 那为什么叫做圆内接多边形呢 因为很简单嘛 因为它在圆的内部嘛 那再来就是它点点刚好touch到,刚好接触到什么 所以我们叫圆内接多边形 那天导过来讲呢 这个圆就叫做这一个多边形的外接圆 外接圆 那外接圆呢,圆心这一点就叫做多边形的外心 所以你看,这个也叫做四边形的外接圆 然后这个心就叫四边形的外心 那这个叫五边形的外接圆 那这个心叫五边形的外心 这个是六边形的外接圆 然后这个心叫六边形的外心 就是这样子 在这个圆就叫做外接圆 里面这个多边形叫圆内接多边形 那外接圆的圆形就叫外心 简单讲就是这样子 好,再来呢 多边形到各顶点 会等距 它这个距离就是外接圆的半径 我们来看一下 好,这个多边形在这里 然后它到顶点的距离 它到顶点的距离 它到顶点的距离 这三段会一样 为什么这三段会一样长呢? 因为这三段刚好就是 这个圆的半径 你看圆心到圆上的一点 圆心到圆上一点 圆心到圆上一点 所以你发现 不管三边形四边形五边形 看到顶点的距离 都刚刚好是这一个外接圆的半径 因此它就会等距离 这个距离就是外接圆的半径 就是 左边形的外接圆 跟外接圆 特别要注意点 好,再来我们看 多边形的第三个 它说 多边形各边中垂线 这里有一个重点 中垂线的焦点 就叫做外心 但是并非每一个多边形 都有外心 为什么呢? 首先我们来看 多边形的各边中垂线的焦点 为什么是中垂线 中垂线 中垂线有一个中垂线性值 中垂线性值告诉我们说 如果有一个线段AB的话 那他们那个中垂线 假设叫直线L 中垂线上任一点到两端点的距离 会一样 这两端会一样 你在中垂线上面随便找一点 那么它到两端点的距离会一样 这就是中垂线的性质 那我们要找一个多边形的外心 我们会用各边中垂线的焦点的原因 是因为说 比方讲我们看这个第一个图面 它是一个四边形 那这一边呢 我把它的中垂线找出来 它中垂线是这一条 我用粉红色的好了 它的中垂线是这一条 那因为中垂线限制告诉我们说 中垂线上任一点到两端点等距离 换句话说 只要在这一条粉红色线上的这个点 它到这一个端点 跟到这一个端点 都是等距离的 好 那再来我用另外一个线段 好 这个线段 橘色的这一个 我把它的中垂线找出来 蓝色的这一条 那在蓝色这一条上 它到两端点 也会等距离 那这个时候粉红色这一条 跟蓝色这一条 就有一个焦点啊 那这个焦点有什么特别 这个焦点 它同时位在蓝色的线 跟粉红色这两条中垂线上 但因为它在这个蓝色的中垂线上 所以它这一段 会等于这一段 到两端点等距嘛 再来它在粉红色的这条线上 所以这一段又会等于这一段 所以我们就找到这一个点 到这三个点都等距了 找到一个点 到三个点都等距 那通常如果多边形有外星的话 那这一个点呢 就是到各个短点都等距了 你看第三边坐过来 它也是焦在这里 所以它到所有的点都会等距 这第四边坐过来 它也是焦到这里 所以它到这里 到这里也等距 好 所以总的来讲 因为它在这条中垂线上 所以它到这个 到这个等距 因为它在这条中垂线上 所以它到这个 跟到这个等距 那因为它在这条中垂线上 所以它到这个 到这个等距 再来因为它在这个中垂线上 所以它到这个 到这个等距 所以它到每一个短点都等距 那因此我们就知道它是外星了 所以外星是用中垂线的焦点的原因 是因为中垂线性指告诉我们 中垂线上任意点到两端点等距 但是 是不是每一个多边形都有外星呢? 不一定 比方讲 右边这个图面 我们来了一个四边形 那我把每一边的中垂线都画出来 这一边的中垂线是这一条 然后 这一边的中垂线是这一条 然后这一边的中垂线是这一条 然后这一边的中垂线是这一条 结果你发现四个中垂线 它并不会交在同一点上 像这一种情况 这个图形啊 它就没有外星 它没有外星 因为你没有办法交在同一个点上 就不可能会有一个点 到任何一个顶点都等距 这一种情况之下 我们就说 这一个四边形 它没有外星 好 这个段落 我们必须要清楚 当我们在找多边形的外星的时候 我们都是用各边中垂线的焦点 因为中垂线性质告诉我们 中垂线上任意点到两端点等距 所以我们要找到一个点 到每一个顶点都等距的时候 我们自然就是找每一个边中垂线的焦点 那但是 并不是每一个多边形都会找得到这样的一个点 因此 不是每一个多边形都有外星 这就是我们这个段落要知道的 这两件事 第一个外星是中垂线的焦点 各边中垂线的焦点 第二个 胡适每一个多边形都会有外星 相同的 一看到的 伊朗